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中国主席 最新官宣张细泽的六人获召清洗 李小鹏这回麻烦大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足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国足现在已经更换了新的举教令 李小鹏直到已经正式替代尼铁成为了中国 足球啊 男足啊 新一润的举帅 很多球迷也期待着了李小鹏能够在 剩下的几场试入赛中啊打出不一样的表现 然后啊就在近期呢 中国足球方面呢做出了最新的官宣 那就是啊 赢格规定了国足的队软关于文生的相关要求 众所周知啊 国足队伍中啊 有多人身上有明显的文生 那么现在啊 足球方面想要进一步的改善中国足球的外在命貌 因此啊 对于球软国脚文生的现象啊 也要进行盈利的整治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网络上面也是引发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热议 根据足协最新的规定呢 包括 国足 陈领祖 以及 国签队 国少队的 球员呢 都不允许 有新的文生产生 而且啊 这前面已经有文生的队员 也要进行清洗 那么啊 根据媒体消息啊 国足内部啊 目前有多大 6人有明显的 大面积文生现象 比如说 张霓鹏 张希泽 韦思豪 王大磊 曲鲜 刘定作 等6个人啊 很有可能 要对文生的 进行清洗 那么可能有些球迷 认为啊 他们在 在踢比赛的时候 可以将文生 进行遮盖 但是呢 我们从 竹鞋的 官算消息 可以看出啊 竹鞋 出发的呢 就是希望 这些球员 能够尽快的 取离掉文生 劝阻他们呢 进行清洗 那么竹鞋的态度 非常的明显 国主教练组方面 肯定要听从 竹鞋的相关 安排 因此啊 也会去命 建议啊 张锡泽等 6名国教啊 进行文生的清洗 因为啊 有些队员 文生命迹非常的大 想要遮盖啊 也比较的困难 但是现在呢 想要进行清洗啊 也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现在啊 就趋兴了一种 两难的局面 到底该如何解决啊 很多球迷 也表达了担忧之心 李小鹏 刚刚上任 肯定也希望 能整顿国主的 外在面貌 即使说 在场上面 无法提确定 球迷满意的成绩 但是最起码 不能让国主的 外在形象啊 成为球迷们 抛红的对象 这也是 为了蓄力 国主的 正面形象 因此啊 我个人认为啊 竹鞋的 最新规定啊 应该得到 国脚们的 积极响应 球迷们啊 也应该支持啊 中国足球的 众多大牌国家啊 将纹身 进行清洗 那么其实除了 本土球连之外啊 有些规划球连 比如说 洛国富 艾克森等人 也有 非常明显的 大面积纹纹 那么 等到明宁的 四日赛 如果说 洛国富 艾克森 回归国族 参加比赛的话 那么他们的纹身 该如何来解决的 这也会面临着 比较大的麻烦 那么李肖鹏呢 刚刚上任 就遭入到的 麻烦的事情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希望 国族内部啊 能够弹结一致 积极响应 体育种局 以及足协的 罪行规定 用积极 证明阳光的形象 来面对球迷 只要 在场上面呢 努力拼搏 球迷们呢 也能够接受啊 最终的成绩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 到时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